湖南南边有一个人叫鱼一郎 生前喜欢放生和塑造佛像 死后突然之间魂魄飘飘荡荡 飘飘幽幽的在大道上 看到有很多的飞群走兽 鱼都游在空中 很多的飞群走兽都来迎接他 因为他放生很多 他又看见一千余名和尚 就是一千多位和尚 他们一起在和掌 一起在供应他一样 到了一座宫殿 这个时候阎王老爷检查他生死部 一看上面写着 熟迈动物 不放生救护动物 阎王老爷一看 很难得的微微一笑 因为阎王老爷不笑的 所以马上说 命令刘官增加二十四岁 为什么 一轮是十二岁 给他增加放生的功德 两轮那就是二十四岁 穿官衣的差人 就领他回去 过一会儿 他又醒过来了 希望你们多放生 也会把你们领回来 众善因得善果 很多人的寿长是靠放生得来的 今天众的善还未报 是因为善种还没有完全成熟 尤其刚煮熟的饭 闻着不会马上香一样 继续放生 继续做好事 继续行善 继续救度众生 你一定会闻到香喷喷的慈悲之饭